这种疼是不跟动作有关系 动不动它都疼 是不是 对啊 疼痛你们知道最主要是神经 神经实际上不在骨头上 是在滑膜上 我们活动过程中会存现大量的严重因子 我们休息说严重因子就释放了 释放了以后刺激周围的神经 所以它会出现疼痛 那有朋友就想问 如果就是膝盖的正中肩疼 而且就是动不动都疼 是不是八成就是膝骨关节炎 对 主要表现在膝关节 中间部位的疼痛 最开始是这样 它以虚身活动疼痛为主 随着病情的发展 它会越来越重 它会表现疼痛范围的加大 上下楼梯它就疼痛 同时伴膝关节的肿脏 活动受限 动不动都会疼的膝骨关节炎 它的发病率和年龄成正比 从这个数据里边我们能看出来 数据大了容易得 那是不是因为膝关节 它的磨损会更严重一点 再一个就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有一些朋友 它这个运动量特别大 它们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得呢 这个说得非常非常对 关节炎它分成两类 一类最常见的是运动 由于运动的方式 选择的不是很恰当 造成的洗关节那些 硬带 带月板 前后交叉硬带 这些损伤了以后 年轻人就会出现 我们关节的不稳定出现 这个关节炎 老年人呢 就是说这些结构呢 老化了 老化了也会出现相应的 这个不稳 不稳的话呢 关节炎也就产生了 其实啊 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的 活生生的例子啊 也在告诉我们 说这个膝骨关节炎 明星也是代言人 你看看这个歌手刘若英 就饱受膝骨关节炎的困扰 被医生警告说 可能会没办法走路 导演和演员吴京 也因为一个膝关节炎的复发 坐轮椅 并且接受手术的治疗 这个膝骨关节炎 如果不重视的话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吧 对啊 后果非常严重 我们知道 这个圆骨呢 不能再生 听到这儿 大伙是不是得重视起来 软骨是不能再生的 一旦软骨有磨损 即使一开始还没啥症症 但随着磨损加症 人体的代糖功能 就会使膝关节慢慢变形 严重的话就会影响走路 甚至需要做膝关节致换手术 感谢观看